好 花莲县政府呢是宣布因应地震不断发生 3号是停班停课 玉璃国小原本这一天是校庆104周年的活动 不过配合政府政策也是紧急的喊CAM 不到中午就通知父母来接小孩放学回家 还没到放学时间 学校的巷门口就挤满了带孩子回家的家长们 原本应该是开开心心的校庆 但是早上花莲发生有感地震 造成花莲多处地方传出灾情 县政府紧急喊停班停课 学校也马上通知家长来接孩子回家 校长表示运动会进场之前就发生了地震 还好平时都有在做防震演习跟宣导 这次发生地震 学生及老师家长都有马上坐到趴下 以低姿势进行掩护 掩护的过程中也一手保护头颈部 校长也在校庆当中提醒全岛 刚刚那个地震有没有很大 刚好小朋友都在外面 在外面的时候地震一发生的时候 就赶快蹲下 你在空旷的地方 如果在室内 在教室里面要怎么办 趴眼吻 对不对 赶快找个地方把它趴下 掩护 懂不懂 所以这个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余震 小朋友一定要特别 7点58分强震时索性建筑内没有任何师生 已到校的学生也都在操场 而花莲县府将近9点宣布停班停课 家长也很快到校把孩子接回去 接着高双双预理阵采访报道